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八零,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青阳,均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三百四十六集 远辉 为何是远辉中标了 别说天成的代表难以置信 就是华健总公司的人也多看了刘永良眼 华健是吃肉不给别人流渣的 想要的是整个招待所的装修项目 现在硬生生被挖走一块肉 华健的人怎么甘心 天成已经被三阵出局 说话就直接许多 我们为什么没有中标啊 彭秘书看他一眼 这问题怎么解释 当然是远辉的设计和性价比更高啊 大家在会议上一致得出的结论 天成的代表失言了 干脆破罐子破摔 对这个问题很执着地要问 一个领导干咳了一声 咳咳 我们只宣布了远辉中标 是因为远辉的设计是完整的一套方案 我们认为招待所按照远辉的设计方案来装修 很适合 远辉将装修餐厅部分 剩下的客房部 会议室等部分 仍然要照着远辉的设计方案来 话分开听 每个字都明白 但组合在一起 怎么有点莫名其妙呢 是不是大家听错了呀 按照远辉的设计方案来 远辉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 凭啥按照他的方案 一个招待所还拆分成几部分 搞啥竞标啊 要不是为了明年的南海酒店 谁来受这个鸟气 向华健的代表 让他接受远辉拿走餐厅的装修项目 已经很难接受了 现在还要按远辉的整体方案来 那他们来竞标 不就是想展现自己单位的实力 想要展现自己的设计方案吗 照着远辉的方案来 岂不是成了替远辉干活的 远辉的设计比我们好 连设计都不能用 相当于替远辉代工 对 既然是分开招标 就应该允许每一处的设计方案不同 窃窃私语 同仇敌忾 没有人接受这个方案 招待所的领导们 还不理解他们的反应呢 远辉的设计方案本来就不错 之前大家是带有偏见 接受之后看这个方案 只越看越喜欢 给出整体方案的 一共有三家公司 香港公司 华建总公司 以及远辉 前两者都是想把招待所 所有的标一网打尽 这个且先不说 就说远辉的方案 和他们比的优势 首先 他装修的效果好看 满足不奢华 也不寒酸 时髦中带着庄重的心理预期 香港公司则过于华丽 华建又毫无新意 或于普通 简直像是敷衍 其次 远辉的方案 预估价 可比香港公司 要便宜许多呀 甚至和华建也差不多 若装修好整个招待所 要花一百万 华建和远辉 都是这样报价 钱花的同样多 他们当然要选 两个方案中 好看的那个 这些理由 来竞标的公司 不能接受 如果不能体现 自己的设计 又怎么拿下南海酒店的装修项目呢 招待所这个装修利润极低 大家劳心劳力 替招待所干活 最终呈现的 却是远辉的设计 替远辉扬名 太欺负人了 欺负人还不至于 就是屁股决定脑袋 大家都在为了自己的利益说话 在招待所看来 哪个方案好看就用哪个呗 就是装修 难道还不能选自己喜欢的 大部分人都没有啥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瞧上远辉的方案 其实不一定得是远辉中标 要不是有彭秘书坐镇 拿了远辉的方案 叫其他公司装修也行 正是因为有彭秘书在 摸不准远辉的底细 才让远辉中标的 排排座分果子 刘勇求人得人 分到了餐厅的装修 其他人想吃所有的果子 想用自己的方式吃果子 自然就不同意 第一报价是为了赚南海酒店那一单 现在不让他们展示自己的方案 南海酒店的项目肯定拿不到 为啥要成全远辉 这年头领导们办事风格是很粗暴的 说一会儿没把几家单位说明白 干脆让他们把标书领回去 那就让远辉一家公司乘装招待所 一个领导气呼呼的 刘勇彻底傻眼 他倒是想独自乘装整个招待所 可用他东拼西凑的十一万 根本没有那个实力啊 刘勇不是沉得住气 没滋生 他想说话的时候 看见彭秘书轻轻摇头 远辉就这样莫名其妙的 拿到了整个招待所的装修工程 刘勇忍不住给夏小兰打电话 他看不懂这路数 这样的工程是要签合同的 没签合同之前 一切还不作数 刘勇先把今天竞标时的情形讲了 包括其他竞争对手拂袖而去 整个装修项目都拿下是好事 可我们惦不起整个装修费呀 因为没看到合同 也不知道招待所前期会拨给多少钱 不过刘勇手里的十一万 肯定不够 夏小兰也觉得是意外之喜 司机小王跟着的青年人 多半是汤洪恩的秘书 秘书就是领导的传声筒 汤洪恩想要远辉拿下整个招待所装修 不 这样太打眼了 汤洪恩估计比谁都知道远辉的实力 这不是提拔是拔苗助长 多半是阴差阳错才导致了这个局面 装修整个招待所的确超出了远辉的承受力 可若抓住了这次机会 远辉的发展会迈一大步 远辉的野心没有那么大 南海酒店先别想 用心把招待所的活干好才对 他就之前只管过三四个人 招待所开始装修 恐怕一下子要二三十个人干活 对他舅来说各方面都是挑战 挑战和机遇并存嘛 机遇来了还不晓得抓住 岂不是傻蛋 夏小兰声音特别镇定 鼓励他舅 舅舅 您放心签合同 便知道事别担心 等签了合同后 拿着合同向银行贷款 用银行的钱来赚钱 这种事对夏小兰来说 稀松平常 刘勇握着电话听筒 和听到远辉要承包 整个招待所装修项目 一样震惊 还能这样搞 拿着一份合同 就能向银行贷款 银行是不是傻呀 刘勇后来发现 原来银行真的是傻的 当然 中间肯定经历了很多曲折的 银行贷款最终发放到刘勇手里时 他全身上下只剩二十八块钱 手下任何一个小工都比他富裕 有些建材能暂时赦欠 有些建材是从外地买的 人家才不管你是不是装修 鹏城市政府招待所 刘勇没啥关系 催着他要货款 银行贷款要再发放 刘勇只能硬着头皮 去找小王想办法 幸好啊 最终没给小兰丢人呢 没去麻烦领导 这时候已经是七月三日 距离高考仅仅只有三天